HELLO 大家好 我是菜哥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中央研究院天文所的副所長 王副所長 你好 也就是昨天的黑洞的那個直播的主持人 那我們今天呢有一些天文組的問題想要來請教你 希望不會害到賽 那我想請問一下王副所長首先 為什麼會想要走上天文這條路 我是一個比較奇怪的 不是從小就說我喜歡天文然後我就念天文這樣子 其實我一開始是念理科然後功課 但是天文研究他跟一般研究不一樣 他除了需要科學的研究他需要很多工程背景的人 來幫天文學家做天文需要的這些設備 記者會裡面講很多天線啊什麼 其實都是需要工程人員去做去開發這樣子 就類似那個世界望遠鏡那個 對對對 他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 他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做的東西不是像一般的 比如說你做個手機你就要讓他怎麼樣做更便宜 我們都不管他價格多我們要做的是最好 性能最好這樣子 但是他會有很多未知的領域會不會讓你 心情一直浮在那邊 覺得什麼怎麼好像 因為我們做的東西是沒有人做這樣把它兜起來過 所以中間常會有很多的挫折 或是不意取的東西 但你最後如果把它做出來然後他又可以被用來探索最新的知識 你就覺得這個真的不錯 想請問一下 黑洞他是怎麼樣 發現或說他這個理論是怎麼樣去產生的 一般來說就是一個恆星我們都可以去計算說 他在 死亡過程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他有很大的質量 像太陽這種東西就是 他有一直有能量跑出來 因為他有氫跟氫的核融核 對他有能量會把它撐住不會讓它縮下去 這些燃料燒完之後他就沒有辦法撐住 他就整個就縮起來 那縮起來的時候如果你一開始質量很大的時候 他就會縮得很厲害就會變黑洞 所以這個理論其實很早 可能七八十年前人類就已經知道會有黑洞 他竟然是一個縮起來的地方 那為什麼大家會稱之為他是一個洞 黑洞這樣子 對為什麼大家會稱他是一個洞 就是你知道洞一直要掉進去就跑不出來 但是我們真正他裡面長什麼樣子 其實沒有個固定的心情 對沒有人知道除非你把你丟進去 你掉進去 你也沒有辦法跟我講 因為你沒有辦法傳信息出來 你是在那邊啊啊啊我也聽不到 你在那邊發閃光什麼我也都看不到 好所以掉進去什麼感覺沒有人知道 對好 呵呵呵呵 雖然說大家都一致認為說一定有黑洞的存在 但是他畢竟是一個理論 那為什麼大家會願意要投入這麼多成本 跟時間去研究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 人類的好奇心 這個東西你說你算出來是這樣 但是不見得事實就跟你算一樣 就是眼見為憑 我一定要看到 對不對 所以他對人類的發展 他會有顯著的幫助嗎 還是 就是我們在 開發這些天文觀哲理器的時候 其實 他有時候也會伴隨著新的科技 像電波這種東西 我們用的頻段就跟 一般的頻段不一樣 因為我平常就是 其他的頻段 之後如果技術 更進步的話 他可以用在 名聲上面 那這個東西他就會傳更多的資料 比如說5G 什麼GG 你在發展過程中 也會伴隨一些 全新的科技出來 對 對 或者說像我們現在用的手機 相機的鏡頭 這些技術 影像的技術 其實跟天文也沒有關係 早期的這個 所謂的CCD 或者是這個 感光的晶片 都是 那時候在 開發 哈佛要用的晶片 慢慢把這個技術 很快的帶上來 那想請問一下王富 如果有一天 你可以到黑洞旅行 當然不會掛掉的話 你願意嗎 我不會掛掉 OK啊 只是 去的時候回來 人家就跟我隨處不一樣 對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產生 就是你去 黑洞旅行 可能一下下 可能 地球整個都不一樣 根據相對應告訴我們 就是說 當你速度 移動的速度很快的時候 你感覺到時間 跟相對於來說 這個速度很慢的 比如說地球上的人類 它的尺度是完全不一樣 其實是相差非常多 所以在這個過程 你去旅行之後回來 你的年紀就跟人家完全不一樣 就像那個 Interstellar 心肌交易 對 是重力塌陷之後 會導致那個速度變得非常快 是因為這樣子 對 就是你要有很強大的 重力場的時候 那邊的時空會扭曲 扭曲是什麼樣的感覺 扭曲是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說我們一般都說 光是直走 對 但是重力場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重力場的時候 它就會把光偏著 但是光速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我們用來定義 這個距離 因為光速恆定的時候 你的一格 一秒走一格 這個就被限制住了 但是 一旦光是走歪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那個時候的空間就是扭曲的 好難想像 這個 這個有點 這個是真的 我每次要跟人家解釋的時候就會 好像不是那麼容易很清楚地交代這個部分 就是說 它如果光經過一個重力很強的地方 它也會影響它的腫的形跡 它的軌跡 但是我如果是 比如說我就是跟著光走 我認為這個是直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應該是直的啊 但是實際上它走的是彎的 所以旁邊看起來你就是走彎的 可是我再問一個 很蠢的問題 直線一定也比彎的還快啊 直線一定比彎的還快 但是你以為 對啊 你以為你在走直線 你以為你是走的最壞 可是其實不是 我的認知 沒辦法知道說 其實我 當你走到那麼快的時候 你的感覺不一樣 好 很新的全新的概念 就是遊戲啊 或者說 電影 它會講到蟲洞 那蟲洞 這個概念大概是怎麼樣 除了蟲洞 或是平行的宇宙 這些東西就是 王毅相對延伸出來的 這些理論 就是說在 我如果調一下這些參數啊 它可能就會變成 另外一種結果 會有個時間裂縫出來 對對 就可能說我是不是可以跳脫 這個時間的限制 這樣子 但這個都是理論 會不會其實黑洞 因為它從光 從那邊傳回來 就是那個訊號傳回來 已經那麼久 會不會它其實已經不存在了 基本上這個 我們這次看到的黑洞 距離我們 五千五百萬光年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五千五百萬年前的黑洞 它可能會有一點改變 就是你如果現在 你可以瞬間移動到它 可能跟我們看到 會不大一樣 對 因為它可能經過那麼久 它一定吸了更多的東西 質量也會改變 但是 按照我們 對這些信息的了解 它的生命是更長的 五千五百萬對它來說不算什麼 比如說我們 可以活到一百歲 五千五百萬可能就是 只有一歲 我剩兩歲 所以對它來說沒差 它應該還在那 所以我如果在黑洞裡面 拍一個影片 然後上傳 就是地球人有辦法看到 可能就是 五千五百萬年以後 他們也看得到 對 但很可惜就是你 如果進到它 你就傳不出來了 可是信息效應 那個人傳得出來 哈哈哈哈 它就是 它那個就是所謂的蟲洞 它就是進去了之後 它從另外一個時空跑出來 那題外話 那你有看過信息效應 你覺得它裡面的科學根據 是有準確的嗎 它裡面 因為它害了 它有聘了一個 諾佩爾獎得主來的 它的科學顧問 所以它是蠻準的 所以它裡面 它有說 就是它的未來的世界 是這樣 對 但是它那個就是說是 就是在我們認知的這些 一個模型 的其中一種 它就是選了一種 可能性去把它呈現出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拍到 黑洞這個 模糊的照片 那我們下一步 大家研究的方向 會往哪個地方前進 就是現在的照片 看起來就是 有點模糊 對 我們就希望 看得更清楚 所以記者會 如果你們有仔細看 其實我們也有 一些理論的模擬 它這個量其實不是 就是一條量 它其實有很多條 呵呵呵 那個就是不同的 在那邊的這些 氣體 它因為它的運動的方向不一樣 產生了不同的 電波過來 這樣子 那你如果可以看得更清楚 你就可以利用這些特徵去 知道更多事情 對對對 因為剛剛是說 只要是恆星 都有機會變成黑洞 那太陽有沒有機會變成黑洞 太陽的話 因為它的質量比較小 所以它沒有辦法 很可惜 很可惜 可是如果太陽變成黑洞 我們肯定會被吸進去 對不對 對 因為吸進去的機率就蠻高的 就是時間穿越 跟回到過去 跟回到未來 這種事情是有可能的 是理論可以算出來說 某一個狀況下面 是有這種 照理論來講 是不是還有辦法這樣 就 對 但是這種都是很特別的 條件下面 就是參數會調得很奇怪 對 那是不是真的世界上面 就可以出現這種條件 沒有人知道 所以王富目前不相信 我是持保留的態度 其實安士達相對認現在其實是有用到的 GPS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意思 我們要對時間對得很準 實際上已經現在要用到這個時空扭曲的概念 太陽也是有它的重力 也是會讓光稍微扭曲一點點 那你如果要算時間算很準的時候 你就要把這個扭曲給加進去 那你說我們現在去了解 黑洞啊 跟這個廣義相對認這些細微的地方 有沒有用 可能以後人類真的 可以發展出非常高速的 這個 飛船的時候 對對對 那可能就一定會用它 那想請問一下為什麼會 台灣也會參加這一次的計畫 參加這個 其實這個已經很久 我們這個計畫已經 從2009年到現在 就是10年的時間 其實非常久 在所裡面的科學家對這個東西 有興趣 那我們能力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們就去參加 我想額外問一下 另外兩顆行星的問題 就說既然我們有辦法 探測到這麼遠的地方 拍到它的照片 那會不會 其實也可以用這個儀器來 觀測火星裡面的 細像的東西 那這個畫就是 牽涉到 因為火星外面有大氣 你要穿透大氣才可以看到裡面 這個就不大容易 我們現在看這個黑洞 其實它就是 看這麼小一個小地方而已 火星其實那個 我們所謂的視角很大 那你要去看的話 哇你要花很多時間 才可以看到一個 這個範圍這麼大 我才可以把它完全的覆蓋 所以要花很多時間 這不是一個好方法 因為很多星座 迷你學家 都會說 水逆 水逆 那到底水逆 是什麼意思 水逆就是說 水星逆行 帶的人 通常看那個 行星 全部行星都是 沿著同一個方向 水星就是很喜歡它 往這邊移動之後 它會又 往另外方向 是只有水星會這樣嗎 水星跟金星有 一點點時間會 那是因為 他們這兩個行星是在 地球跟太陽的中間 那它這個是有周期 對 就是跟它 繞太陽的周期是固定的 所以水逆 它就會導致運氣不好 這是真的嗎 當然不是啦 因為它就是一定要這樣繞嘛 那你這樣就表示 你一天到晚就運氣不好 那倒楣 那像你們 你們天文學家 會對星座 相信嗎 通常是 沒有 沒有太 沒有太多的sense 了解 其實 問最多就是兩個 一個是黑洞 一個是外星人 真的假的 黑洞跟外星人 對 就是常常 大家都說 那個火星的照片 看起來像個人 或是什麼樣 對不對 實際上那個不是真的人啊 哪有那個人頭那麼大 那你會相信有外星人 我 要相信看到的東西 我們現在其實看到的東西是 告訴我們說 在 其他的 星球上面 有 生物的機率應該是蠻高的 但是困難的地方是 他們有沒有辦法過來 過來到一半我們早就已經掛點了 或是他已經掛點了 對啊 那如果真的有機會讓你跟外星人介入 你會想要嗎 OK啊 OK 你持開放態度 對對對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外星人啊 無力也很高強 或什麼 我們就是第一人生物啊 然後他們可能會 不過他如果真的 能夠來到這裡 他一定是比我們厲害 很多啊 表示他 可以突破這個距離的限制 因為像我們就頂多可能到火星 我們就很厲害了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 邀請到 然後王富跟我們 真的是 講一點 黑洞的皮毛 如果大家真的很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 中央研究院他們的臉書粉絲團 他們也會有一些資訊 可以去深入的研究 為了感謝王富 我要這邊跟 王富講一個故事 那王富你知道 蝦子的台語是什麼嗎 黑啊 對 那 蝦子有一天他到 很冷很冷的地方 類似北極啊南極啊 然後他就被冰凍起來 會變成什麼 丁黑啊 不是 黑洞 黑洞 黑洞啊 好謝謝王富 還沒你想得出來 好 掰掰 王富長請問一下 你有時候看那種 星際片啊 或者說星球片 會不會 很常不小心要吐槽 會啊 就是偶爾就會看到 欸這個好像不大 好謝謝掰掰 掰掰 喂 那動保團體嗎